再带你看到花莲领馆处在今年是特别与素有森林之乡称号的卓西乡 来共同举办第一届的幸福卓西木雕艺术奖 那么是以户外创作营的方式来打造卓西乡的观光事业 也带动国内林业振兴 而这一次呢是有十位的选手只有十天的时间 要利用现场摆放的台湾山原木来进行交流竞赛 那么在预计5月30日会进行决赛和颁奖 选手不为天气炎热或是下雨帐篷底下创作雕刻已经来到第五天 慢慢把原本只是一个木头的台湾山雕出样子来 这是卓西乡公所与林物局首次合作办理的幸福卓西木雕艺术奖 提供了30根大概有15点多的立方的一个木材 都是书法里面特别挑特别大的 也比较适合做木雕创作 那不过这一个树种呢 比较不适合做户外的 所以也有跟相公所讨论 未来的呈现的这个部分会放在这个走道上 然后跟游客可以有一个艺术互动的一个空间 以户外创作营的方式要打造卓西乡的观光视野 也带动国内林业的振兴 10位选手只有10天时间 将利用现场摆放的台湾山圆木进行交流竞赛 台湾山因为我是玩漂流木的啦 所以台湾山木各种木头我都有在玩 所以应该是说还蛮不错的 台湾山它的材质跟块木有点类似啦 还蛮好雕刻的 这样它纹路也是很漂亮的 台湾森林资源丰富林木局每一年都会定期 书法林木再标授给民间利用 今年花莲林馆处特别与素有森林之乡 号称的卓西乡 共同合办第一届的幸福卓西木雕艺术奖 创作营期间也欢迎外界前往观摩交流 也为选手来加油 而第一届的木雕艺术奖 预计在5月30号进行决赛以及颁奖 记者高双双卓西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